我叫张安 1998年生 散步至今 每次出门都会担心 今天拍不到好照片 但真正空手而归的时候很少 我进入过挣扎的 张牙舞爪的林子 进入过安静温顺的林子 跨过这块石头 剥开这根树枝 进入一个我想象中的世界 有时候我也不知道 是我进入树 还是树进入我 是我在捕捉树 还是树在捕捉我 我对光很好奇 好奇阳光是怎么穿过 那么多光年来到了事物表面 照出颜色 材质和阴影 只要我坚持走路 甚至有一天 能够遇到被残忍杀害 抛弃在野外的尸体 我会按下两次快门 然后报警 我会按下两次快门 我可以按下五次快门 找到这块石头 但是我会按下两次快闪 还是一样 我会跟他说 在鱼匙里面 就是你不定是什么 我看你不定是什么 可能是我一直用小孩子玩乐的心态进行着摄影 小孩子就是这样 什么都好奇 东看看西看看 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 也可能因为我们生活的周围实在太平常了 如果不去刻意构造场景 就只有往细微处看了 电风扇这个名字可以说和我毫无关系 当时我正在注册微博 旁边正好有台电风扇 想了想不如就叫电风扇吧 但是正因为它和我毫无关系 反而让我觉得有安全感 我觉得我与这个名字之间有着一个缝隙 一个可以喘息的空间 所以我应该会一直用这个名字吧 我不觉得自己的照片像有人评价的那样是新锐的 其实是简简单单又轻松的图片 我时常认为蜘蛛的工作比人类重要得多 蜘蛛有想过自己的往是美丽的吗 蜘蛛有美的概念吗 我想都没有 但是等待是相同的 我也想一个人做好一切 然后静静等候 我觉得有些人的生活可能是文字式的或者是怎样 但我觉得我过的是一种图像式的生活 就是我拍我看到的一切 然后我自己也在所有的图像中穿梭 我觉得每个人就是对自我的关注程度 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我算是一个特别自恋的人 我基本上把很大一部分注意力就是用来关注自身 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人 他的视野目光并没有放在自己身上 他可能是学习视野 或者说他以后未来人生的规划目标之类的 我反而倒是蛮羡慕那种人 感觉他不需要与自己相处 就是他也能过得就是比较舒服 然后我觉得我的青春期可能比别人来的更晚一点吧 所以可能上大学以后就突然开始 特别想要知道我到底长什么样子 以及就是在每一天的不同的时候 或者说不同的状态下是长什么样子 大概可能早上起床就是拍一张 然后在莫名其妙的地方也要拍一张 有时候上公共厕所 发现那个阳光照进来 正好照在那个板子上 然后也觉得很漂亮 要在那里拍一张这样子 我把我的这种病症命名为楚门综合症 就是我一直在以第三人称的视角 在观看自己的一切 一直在有用自己的一个目光 在审视自己 因为大概我一年能够拍个3000张以上的自己的照片吧 就最后能够展现出一个什么样子 我大概就是在聚起相机的那一刻就已经知道了 我大概就是比较能够完全地掌握自己的相貌 这个照片其实是 我觉得挺好的 但这个你觉得很明显看着爱 对吧 它其实像那个陡峭的山坡一样 对 我可能还是想尝试一下谈恋爱吧 因为没有谈过嘛 一天到头以后 比如今天结束以后 你可能说最后朋友会走 然后这种对你感兴趣的人会走 然后最后你真的就是只剩下一个人 但好像 好像就是如果你谈恋爱的话 那个人好像是不会离开你 一直陪伴着你的 所以我觉得我也讲得清楚了 但愿你的眼睛 只看得到笑容 但愿你流下每一滴泪 都让人感动 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我 不会成功 天上人间 如果真集的歌颂 也是因为 如果真集的歌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